当事人范冰冰在13日反反复复上线40次 愣是一个字都没有对外解释 14日当天 范冰冰也再次上线10次 依然没有回应被警察问话4小时的传闻 11月13日 据摄影师爆料 范冰冰日前现身北京白天进行街拍 晚上接受公安警察问话长达4小时 摄影师指出 接受问话的所在地正是北京市公安局竞争总队 案情可能与前经纪人沐小光有关系 那么 这件事到底是真是假呢 该消息迅速在网上蔓延发笑 不少网友再次声讨范冰冰 毕竟逃税是一件严重违法行为 知法犯法 当事人范冰冰在13日反反复复上线40次 愣是一个字都没有对外解释 14日当天 范冰冰也再次上线10次 依然没有回应被警察问话4小时的新闻 范冰冰本人迟迟没有回应或澄清 再次加重了网友对范冰冰的揣测和质疑 认为这背后一定有什么事情向公众隐瞒了 不过 范冰冰工作室终于开口回应了此事 13日晚上8点多 范冰冰工作室给一个账号留言说 您好 您所发布的这条微博中 所涉及到关于范冰冰女士的新闻内容纯属捏造 不属实 希望您将不识内容予以删除 作为具备一定权威性和影响力博主 希望您能够遵循新闻真实性 在保证内容真实的基础上再进行发布 对大众负责 同时我们也将对此保留法律追究的权利 谢谢 看来范冰冰并没有接受公安警察问话 闹乌龙了 不过 工作室也并没有解释范冰冰当天 前往那个大楼所为何事 仅仅是否认范冰冰被公安约谈4小时 大家觉得呢 你们相信工作室的回应吗